这样孩子都生出来了 就好好的保护他嘛 那么看到了这样子的画面 实在让很多的爸妈都觉得 这个爸妈实在是太不负责任了 高雄的这个爸爸骑士 在大马路上面带着小孩 但是却是反手扶着小孩 然后在大马路上面单手骑车 前方机车上后座的小孩 疑似睡着了 不断的左摇右晃 只要一个不小心就会摔下去 前方的父亲只好反手将他扶住 但骑士一路上都维持着单手骑车 导致重心不稳 车身开始摇晃 也让人看得好担心 你会觉得很危险 很危险啊 怎么说 紧急刹车小孩就掉下来了 虽然民众觉得危险 但看看骑士的前方也站了一个小孩 这种景象路上随速可见 不少人因为贪图方便 让小孩直接站在踏板上 这样的行为不但十分危险 有时还会出现没戴安全帽 甚至还有四贴的几项 警方表示不管影片中 父亲扶着小孩单手骑车 还是街头上常见 小孩正在机车踏板 甚至是大人中间夹着小孩 这样的行为通通都算是违法 一规定机车只有后座能够载人 但像影片中的危险行为 或是让小孩站踏板依法可以开拔 如果年纪没有超过四岁 或是体重18公斤以下的幼儿 尽量是以汽车接送 否则出现了影片中的情况 怀疑出的事后果恐怕难以想象 接下来许盛高雄报导